我们在这边考虑积分的区域 假设是一个三角形的情况 我们怎么样处理 那么我们考虑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它的重积分的区域 Omega的话呢 是这个三角形 好 我们首先要算这个重积分 第一件事就要把它改为叠积分 那么我们来写 好 把改为叠积分的话呢 我们要很小心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同学的话呢 都把这个叠积分 这个区域三角形的区域 三角形的区域把它写为 X的范围是0到2 Y的范围也是0到2 这边写0到2 0到2 这样的写法绝对不对 因为这样的写法表达的是一个正方形 那么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三角形 那要怎么看呢 我们要用复辟令理来看 这个X的范围 我们很确定的 它是0到2 我们写下去 Y的范围 同学的话呢 就要注意了 Y的范围 Y是由下到上 由下到上 同学看 由下到上 下这条线 下到上 下的这条线 仔细看 Y的范围 这个是 Y等于 这个条线的名字叫做 Y等于0 这条线呢 它过0022 所以这条线叫做Y等于X 这是Y等于0 所以我们这边的范围要怎么写呢 Y的范围要写的是 Y等于0到Y等于X 绝对不是2 2的话呢 是一个水平线 好 我们现在来开始来计算它 0到2 先写 先做内层 现在对Y来积分 3X平方 跟Y没有关系 最直接加一个 Y 2Y呢 就变成了Y平方了 范围 Y等于0到Y等于X 所以这边写 0到X 下一步就是把X带进去 0带进去 现在X带进去是 外面先写了再说 X带进去就变成了 3X的3次方 再加上 X的2次方 现在0带进去 0带进去 通通通都是0 所以我们就不要去理它了 直接就积分 现在对X积分 好 我们看 3次方就变成了 4次方 前面要补上一个 1 4分之1 这边是3 我们就写3 我们就写3 再加上 这边X2次方就变成了 X的3次方 前面补上一个 1 3分之1 好 范围 范围是0到2 来继续计算下去 这边2带进去 2的4次方是16 16除以4是4 4 3 12 这边是3分之8 所以这是3分之36 加上3分之8 所以答案是多少 等于3分之44 这个意味着说 这个在空间中的双变数函数 在这个三角形之下 所围出来的体积 是3分之44 这个在空间中的双变数